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说尽善尽美的 都必须完善 刚才李校长谈的观点 我认为不是一个主要问题 为什么呢 改革它是在一定阶段里头 不一定能达到一个想要的预期的效果 但是它有一个导向和示范作用 导向跟示范所有知识关键所在 特别是像北大和清华这样的大学 它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效果 它是给社会传达一种信息 高考改革正在向深水去迈进 好 你看原先讲了一个观点 重点还不在于说 是不是真的达到了李先说讲的目的 而是它是一种某种方便利润 它是一个清风 终于在高考的这种僵化制度下 多了一种选择方式 多了一种新鲜的空气在 这不是就是王先你一直在呼唤的吗 这个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改革 我就是讲北大在干坏事 他在干一件坏事 我是尊重北大的 我也在北京大学工作过 但是我必须要讲 他是在做坏事 正是因为刚才袁先生讲的 像北京大学这种学校 他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有很大的附射性 很容易引起其他学校的效仿 那么我们经常讲 物以恶小而为止 那么你一旦看了这个头 一旦其他学校效仿你 这个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后果 所以说我们必须 在开始就要旗帜先密的说 这个是在做坏事 你先讲完之后 对呀 你先讲完之后你怕不怕 你先讲完之后 你怕不怕 北大以后不找你 当然他里头的教授 那个不会 因为这个北京大学 是有这样的雅量的 是有雅量的 对他有这样的雅量 对对对 就是雅量的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档节目来 不过你刚刚就讲完之后 你感觉像恐怖分子 你看物以恶小也为之 然后负面的黑的坏的 全部跟北大捆绑在一块 难道你这是北大 把这些校长都捆绑在一块了 那个我们知道 干好事是不需要理由的 干坏事才需要理由 因此他种种冠冕堂皇的话 多样化培养人才 打破依靠对人生 等等等等 其实他都是在忽悠 刚才这个王先生说的这个观点 我不是十分的赞同 就是说校长推荐这个学生 不是说要校长够人 因为校长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他是一个法人 法人的代表 是他是代表着这个学校的 假如我不在这个学校工作 我就不能推荐这个学校的学生 其实是你刚才讲的观景所在的 他代表的是他整个的职位上 他所代表的 我同时的问题请教两位 你们两位都不要用语言来回答 用点头跟摇头就好了 两位都担任过校长 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在这个推荐 或者进行很多教育资源改革的时候 有来自这边的压力 来自上面的 如果有的话请点头 要不然就摇头 三二一请回答 我感到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另外一个 除了来自这边的话 有没有来自旁边的 比如说其他家长会的 或者这边的民间的任何资源的压力 有的话请点头 没有的话请摇头 三二一请 也是有的 你这边是都没有 你这边都是有的 你居然都有这样的压力 你都扛得了吗 因为这个呢 是扛得了的 扛得了的 没有什么悬念 因为呢 这是一个 首先是一个校长 他的这个 做这个职位的 这样的一个 质疑品质的基本要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是由机制和程序做保证 这是第二个 机制跟程序可以保障的 不是你是一个人 就可以随便来改变的 第三个呢 他是需要公式的 需要公式的 我实际上我要说的是 首先我们要怀疑校长这种诚信 校长都是有任期的 当一个人 他的这个职务是有任期的时候 我们想 他会有信誉吗 不会 一锤子买卖会有信誉吗 不会 亲人之间为什么有信誉 你的关系是长期的 所以说校长 你不要相信他的人格 也许王校长 也许吕校长 他们的人格可能确实不错 但是他们有上级 他们有同级 而且他们之间的默契 你是抓不住的 他会自觉的执行上级的意志 三十分都有多大的利润 高考一分一万块钱 三十分可能一千万 有巨大的利益 凡是赞成这个制度的 他是拿到的这个利益 他是在这个利益中人 因此他们都赞成 我们知道 中国的这个社会 必须我们承认 现在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 但是这个社会之所以没有坍塌 是因为我们有那么几个公平的柱子 其中就包括高考 统一高考 我认为高考是目前的高考是很大的不公平 因为他压抑了很多人才 压抑了很多偏才怪才 按照现在的高考 刚才片子里讲了 钱中书啊 乌涵啊 都考不上大学 都可能成为这个做其他的 不可能说对人类做出那么大的贡献 所以这高考是不公平的 如果乌涵 如果钱中书先生不去上清华大学 他们我敢说 在非常大的可能性啊 他们仍然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而清华大学没有这两名先生 仍然有今日之成就 同意吧 也就是他们跟上半山大学没有关系 好 谢谢你 来 李校长 请 我觉得如果说作为高考制度的一种补充的话 我觉得这倒可以放到高考之后 高考之后 真有那落榜的偏才怪才 你校长有着胆量 我给他做饱啊 上了我们大学 我觉得这倒能解决 而按目前现在的操作情况来讲 有哪个怪才偏才能够榜上有点 等一下 你就是不相信偏才怪才是不是会透过这种机制诞生吗 对 休息片刻 有人说他不仅是全才 他也是偏才 也是怪才 况且呢 他首先是钱才 对 他首先是钱才 这两个东西不能同事存在 这不能同存在吗 不可能同事存在吗 好 我们待就看看 王校长他特别推荐的一位 那么这位的高考是这次 这实名制实施以来到目前为止 第一个曝光的 第一个是校长实名制来推荐给北大的 当然他最后还要经过北大的面试也等等同意 待会 我们还有这个大宝眼福一下 全球华人先来帮他面试一下 休息片刻回到现场 欢迎我们的新闻人物出场 刚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说实话自己非常开心了 这是OK的 第二个是王校长和你 而不是我们 我们是在维护正义 你们是在唱饭调 那么说自己是正义的人 王王说 正义难道是自己说出来的吗 当然不是 公道素在人心 你去看 除了一利益中人赞成之外 还有几个老百姓赞成 一虎一息谈 正义